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我国可谓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拯救 就说水电站吧 全球有20多个大水电站 中国的水电站就占了水一座 可以说是一半都是出自我国 在这十一座水电站当中 三峡水电站最为出名 其发力量极为巨大 这部我国机械狂磨又来袭了 将雅鲁藏不将节流 打造世界第一超级工程 到底是什么工程呢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木托水电站 工程项目 目前还在砍字阶段 举出这个木托水电站的发电量 将是三峡水电站的三倍以上 其建造规模是世界第一 木托水电站位于雅鲁藏不将长 这趟江的水资源十分丰富 落水差更是达到了2000至3000米 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 利用这个冲击力 可以建造9级以上的发电站 可想而知 木托水电站的发电量 是有多么巨大 如果能够建成木托水电站 那么整个西藏的用电问题 都能够解决 将造福了全西藏的原理 雅鲁藏不将地区的地形十分复杂 处于地震频繁地带 且该地的地质基础资料 严重不足 给木托水电站的建立 造成了巨大难题 除此之外 雅鲁藏不将是一条古迹河流 下流流进了印度 木托水电站的建立 将雅鲁藏不将截断了 印度担心这会对他们的用水 造成影响 所以建设木托水电站 还要与印度进行调整 因为这些因素 所以木托水电站项目 还在砍字阶段 不过木托水电站的建立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不仅能为我国洗澡提供 远远不断的电力 还能促进洗澡经济的发展 而且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影响 效益也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